總統大選的結果大勢 底定臺灣跟美國軍事交遊 互動也渴望恢復正常 海軍司令部證實 美國海軍陸戰隊 已經抵達臺灣 今天開始連續四週 將在高雄的左營軍區 交售臺灣的海軍陸戰隊 兩棲特勤中隊突擊快艇 滲透作戰課程 而海軍司令部指出 這是例行性的臺美軍事交流 合作訓練 再加上今年的七月三號 臺灣海軍陸戰隊 在聯合登陸作戰操演時 有一艘突擊連交罰 被擁浪給打翻 釀成了三死一生 也希望藉此提升海陸的作戰能力 也因為新冠病毒的疫情 我國跟美軍等盟國 軍事互動已經中斷了七個多月 這也是恢復合作之後的首例 美軍成員也要按照衛福部的指示 先到防疫旅館 進行十四天的檢疫